这样的措施是吧 作为一个大男人来说的话 说实在话 给我戴这个绿帽 我也心里的确不好过 但是我又不想跟他分开 就想两个人把这个家庭还是维持好 他也就是为了他心里 不好想报复我 他找了这么个男人 发生关系来报复我 他是这样的出发点 是吧 这个男人说实在话 长也只有那个样子 是吧 说有钱也没钱 他到底跟他在一起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被妻子戴绿帽的男人 名叫刘和平 常年在外打工不经常回家的他 竟然意外在监控中发现 妻子背着他找男人 但为两个人能好好地过日子 刘和平选择用自己吃下这个哑巴亏 来维护家庭和睦 但哪成想 给妻子台阶下 妻子竟然还一脚踢开 甚至还宁愿死都不跟他过 不够人 不闲事 不够 你想再帮我冲农丝啊 我谁也不是牛排人 死也怎么会吃牛排贵 这背后究竟有何不为人知的隐情 是妻子出轨找老男人在先 还是刘和平有不可原谅的过错呢 今天就带着大家走近 中年男子眼睁睁看着妻子出轨 偏要原谅妻子过日子 却被狠狠拒绝的故事 视频较长 制作不易 希望您能点个赞加个关注 常年在外奔波赚钱的刘和平 突然这天收到一个U盘 可当看到U盘里的视频后 他再也坐不住了 连夜赶回家里 因为视频中出现的不是别人 正是刘和平同床共枕的妻子向志愈 原本该八点钟就下班的妻子 却足足晚了长达两个半小时才回来 这期间 妻子究竟背着刘和平干了什么事情 但还没等刘和平来得及多想 视频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刘和平也认识 是隔壁公司的小股东姓高 但两人平日里没有业务往来 为何妻子却和高姓男子 走得十分亲近呢 这个男人我们都认识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哪会也不给他打工 我都没有 况且 高姓男子偏偏在深夜 11点多的时间点里 与妻子向志愈足足共处了长达一个小时 要说没发生点什么 让谁都不敢不相信 更何况是作为向志愈的丈夫刘和平了 而高姓男子不光敢妻走 刘和平的电动车 甚至还有刘和平家中的钥匙 要不然怎会这样来去自由呢 在刘和平口中得知 起初他与向志愈在老家 开了一家废品加工厂 小日子过得也算是十分的滋润 但妻子向志愈去提议要跑去广州闯办 刘和平为了满足妻子 二话不说直接关掉加工厂 夫妇二人来到广州打工赚钱 他索性就找了个在物流上的工作 虽然赚的钱不算少 但就是不能经常在家 常年在外奔波 偶尔才回趟家 可哪曾想 常年在外奔波的刘和平 换来的不是妻子疼爱 但倒是被妻子活活扣上一顶浴帽子 我都是跟他在一起 我都是很对规的一个男人 从来不会在外面发电酒店 也不会那儿玩 乱搞是吧 这个也就是说相辅之间这个感情 说实在话 也就靠自己自觉 总要维护两个人的这个感情 而妻子与高姓男子私会时间点 都是选在刘和平不在家的深夜前 连着四天时间里 都是深夜十点来找妻子私会 十二点之前离开 正好避开夜里一两点回家的刘和平 给他衣服这是睡衣了 对 这已经是睡衣了 穿睡衣穿裙子的就是你老婆 是我老婆 对 他人口忘风是忘什么的 就怕我回家 怕你回家 对 一般会这个时候突然回来是吧 我有时候凌晨一点钟左右 有时候两点钟 有时候回来 这个难过下来了 对 当刘和平在外看到这个视频时 就立刻回到中山家里找妻子向之余 而这背后难道当真是妻子在外有男人了吗 还是有其他的隐情吗 你想想 一个男人真的 你说 我的老婆 别的男人 是吧 我的老婆 就这样随随便便 这个男人 就背着我这样干 那你是我 我怎么想 但哪曾想 还没等刘和平见到妻子向之余时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搞失踪 短信电话都联系不上 7号早上 然后我就一直心里就有个等 就一飞到中山 把车一放下来 我就直接中车下广路 下广路 然后我就发现 衣服什么都搬走了 然后 然后过后我给他打电话 电话就给我设置了 就打不进去 就整个就是 10年了 10年了 为了能弄明白这其中的猫腻 刘和平去到向之余的娘家 找找向之余是否在家中 还是他当真跟高兴男子跑了 妈 没回来 我没回来 我找他 那小子男的 我还还找不到 我还还找不到 我没回来 可是刚到家中 刘和平岳母岳父竟然 张口就是不清楚 不知道 为何像家人对刘和平 这个女婿这样的怒火攻心 这背后究竟有何恩怨 他把他打武器三年 在哪儿 两个都是印度 两个结束年轻件 他的这个国性 很强 他这个这个 打家安 打他就关乎你人的 打武器 那都要打得很残酷 我们就不希望他打多一种的 打得很重 打得很重 都经过花一钱进来的 但是 他两个活儿愿意的 我也没走呢 他两个人一起 愿意的生活 两个人能够好 那不是好事吗 是不是 对对对 是这个原因 我们不叫人我走两天 原来 在刘和平岳父岳母口中 我们得知 刘和平曾经因为 与向志玉吵架 竟然把妻子打得面目全非 而这究竟是岳父岳母的气话 还是刘和平当真会家暴倾向呢 对他有家庭罢了一样 没有 完全没有吗 那为什么会说打得这么严重 打得严重 就是说 我问了他出轨的这个事 还有那个 也就两个人动手吧 是吧 动手 他把我也打上了 我把他肯定也没打上了 你作为男人肯定下腿忠明气了 那是 那肯定有 这个情况 我不是说 就是去你 两个人好好沟通 不必要动手 沟通不了 你说 他就像我们现在的家里一家人 都什么事都根本就不会获得规定 他错的也是对的 他自己出了这这档子事 他谁对我们 只有我的家人 只有我 谁 他们哪一个人 说过这个公人话 他 我老婆在这样做 对不对 对不起家庭 对不对 对不起我 他们有谁说过没有 没有吧 正在气头上的岳父岳母 压根不愿意参与 女儿女婿的婚姻矛盾 甚至连一个电话都不愿意 给向之玉打去 他跟我们说 他在广州好像认识一个别的男的 是吧 我们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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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有一段视频 视频我们也不看 我也不看他这个事 我也不看 我也不看 他没有时间那么高那么高 而就在此时 刘和平托朋友找高兴男子 问出了妻子向之玉的下落 原来他这时就在镇上的一家小旅馆 刘和平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 但向之玉见到是刘和平后 接下里的举动竟然吓到众人 你不开门啊 怎么了 你什么 你干嘛打架 我叫你绑场死啊 你不想起来 是啥啊 你个 怎么有话好说嘛 有话好说 我也是 有话好说好不好 有话好说好不好 在向之玉口中我们得知 原来起先两人刚在一起时 刚刚离婚的向之玉就是 看中了刘和平的她是韧干 心里十分认定刘和平 尽管当时家里人强烈 不支持两人走在一起 但她却义无反顾地领了结婚证 我也是跟你这样的 觉得她老实 觉得她肯责 我才没跟她两个到一起 那小子不是门店 她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好 可哪曾想 当两人结婚后 刘和平真面目就暴露出来 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喝酒后动手打人不说 还有豪赌的癖好 等到一结婚了以后 我就跟我打回长一点点 披着羊皮 然后一结婚以后羊皮就 羊皮就折大 都出来真面目来的 好多好酒 有大人提新货吧 本来已经原谅一次 离过一次婚的 她不想再次离婚 但刘和平却变本加厉地 对她家暴 你这种好媳妇 你都是欺负我的 你为什么你只欺负我 你为什么欺负我的 你不能恨人的啊 我电话给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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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电话给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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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话给你打 你跟我打 你跟我打 我告诉你 向之遇实在是忍无可忍 而当刘和平拿着视频证据 质问向之遇时 向之遇却解释她 与高姓男子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她的照片就是这个男子 这个男子 你认识吗 十人是 也是物业的一个 一个朋友吗 什么人家 是 是普通的物业 是普通的物业 你把证据来看 爸 我有食品 你咋的 你别关心 你咋的 没关心 你把我个头上进去咋的 行 别关心 你咋的 别关心 你咋的 是这个男人吗 对 是的 是这个男人 当初在广州就是他 逼着他把我老婆给我交出来 我们都拍的有视频 有视频 对 这个男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吗 朋友关系 之所以找了个比自己大的老男人 还就是为了报复丈夫 报复丈夫的家暴和不好好珍惜 但事实当真如此吗 也就是后面 就是我次在大警网络下 公交车站 把我搞成我想了以后 我才下心点里才想起要报复他 就找这么个男人 然后他就接着 找这么个男人 报复 你把我拿这样 我一次上场我什么程度的 我想这 我人是不得不冤 我最后的 他有要求 他有求我 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样 我去接他的 我想给他第一次机会 不是哪个第二次机会 有一次机会就后的 他不 他个人不冤心 而即便是妻子向志余出轨在先 但刘和平还是选择原谅妻子 希望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我怎么干 你 你危险我 我没危险你 你怎么不冤心你 你以为我还想遗产你 你危险这么多 我真是威胁过你 这次你已经毁了我自己的 我真是威胁你 你肯定活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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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次向志余已经下定决心 誓死都要离婚 关系还挺好 好吗 对啊 一直都不好 一直我都是为了 我都为了 一直为他来看 那儿 关系是哪里的 你真是欢迎同仁人 你什么的通常 我什么的 我和你好 我不和我姐姐 我现在 好 我这儿就是为了 我现在 因为我是接二次问你 我不想 姐妹 有理官员 有派人 天呐 感觉跟我官不好 好 最后一次 本来叫你一样的 一家人都婚的 我跟他在一道一切 我想 我想我接二次婚姻 我不想在 好像你站一会儿 来农村里就是港人 好像这个名义不好 没了话 我就再给他一次结婚 结婚他怎么对我的 还好 我跟你站好 我少都不能跟你站好 况且他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 当刘和平劝说无效后 回到家的他竟然发现妻子 早他一步把全部行李都收拾走了 在刘和平看来这次妻子 的确是下决心要离婚 他这么做 他就是达到他 过人的目的了 也不说实在话 其他的什么家庭问题 什么那些他都不可能 对吧 我们说实在话 也沟通的 也很少 但他还是想要再试一试挽留妻子 而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刘和平令院妻子给他戴了绿帽子 也要苦苦哀求妻子留下来 的确不好过 但是我又不想跟他分开 就想两个人把这个家庭还是维持好 他也就是为了他心理 不好想报复我 他找了这么个男人 发生关系来报复我 他是这样的出发 出发点 所以说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 是吧 这个男人说实在话 长也只有那个样子 是吧 说有钱也没钱 他到底跟他在一起是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 你现在的想法 我现在想法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吧 我也早就跟他说了 不要再跟这个男人有任何的 其他的问题发生 是吧 两个人就是说 本着一起 然后过日子的心态 这些事我的全部 被以往不咎 是吧 但向志玉这次真就舔了心 不愿意和刘和平过下去 不可能 不可能 不闲事 不抱 你现在把我扯楼丝 我死也不是牛白人 死也怎么会是牛白贵 而他也解释与高姓男子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因为在这边没有朋友 才和他走得比较近 他想要离婚也不关高姓男子的事 就是他不再愿意和刘和平过下去 就是跟我的朋友关系 走得满间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 我想到高姓 他们说我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不需要 如果说你能是铁板上钉钉 能是跟我跟他 那样有没有 我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不想再搞得 我一个人到公众 问你不远 他亲戚朋友都没到面前 就是他 他把我关在我方面 所以我现在 我跟我快说 我看他 我现在是怕他 我就感觉 我就快说 我怕他 到了这个时候 刘和平心里着急上火 只能找来向志玉娘家当家人 向志玉的大哥来从中间调解 过得能来 那就过去过 你谈的能来就谈 不要动 不要顺利家暴 你只能夹暴的话 就不太好 而大哥自从知晓妹妹 被刘和平家暴后 已经非常心寒 也是偷着跑下来 不是大面大胆 偷着跑下来 跑下来的时候 他身上一分一全没有 我直接在高速公路那个地方 接着他的车 下车了后 没别的事 那妹子下车了 就抱着个户 你现在打得认不着人的 我都自己都没认出来 那是我妹子 况且向家父母捞两口也是 现在那户子不远是不是 就快生死了 是一个人的 口门不再会好多 是不是 那边把什么过下去 好过过下去 就行的 结果两个人出来 这么多这问题 又打得死就回来 至于他那边发生的矛盾 谁得谁不得 我不知道这个 家里火火烹烹 吵着弄着 是有点 不喝血友就不喝血肠 是不是 但是不是这种暴力 这种暴力下车 是云云够不好的 刘和平健壮 向家人态度强烈 也只能在离婚前 找最亲近的妻子 向志玉寻求最后的原谅 可哪曾想 向志玉竟然扑通 给刘和平跪下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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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离婚 我要离婚 我求你 我求你 而在两人正式离婚前 当地婚姻调解员进行了最后一次调解 希望能挽回一个家庭 自己吃在后面 不要把自己吃在家庭包围 这肯定是 是姓姓同志 还是姓姓同志 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次到大警官公之下 可即便向志玉与刘和平 是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二婚 但他这次早就新凉 铁了心要离婚 最终向志玉还是向法院起诉离婚 而刘和平也即将收到法院传票 其实离婚对于这对再婚夫妇来说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毕竟在婚姻中不可能存在第三个人 而家暴必定不能长长久久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留言讨论